第五十七屆金鐘獎 首次將綜藝節目和戲劇分家 典禮一連舉辦兩天 不過在22號的紅毯上竟然發生意外插曲 當天晚間接連不斷的暴雨 直接讓紅毯淹水 雖然工作人員不斷蹭空檔 趕緊拿拖把搶救 但還是有許多穿著長禮服的女性 裙子下擺通通失掉 昂貴的服裝不小心都變成了吸水抹布 比咯? 比咯一切 重攻不斷的 比咯一切 溫度櫻口 加速度 要小心 降到 足音 滑 不停 吃 比咯一切 牛肉 打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